大家好,我是腾神 之前不是张飞莫名其妙的满红了吗 但是我满红之前,我上红的时候 张飞不是来了一个熊猎吗 不是来了一个熊猎,是我换了一个熊猎 然后当时我还是不是很愿意 但是换完之后,我的张飞就典长满红了 所以说的话,然后我一直围绕着张飞 围绕着典长熊猎 然后想专门设计,打造一个队伍 然后也不是设计打造 就是想把相关的技能战法重新用一下 但是的话,还是感觉差点意思 就是说,我看一下 还是会觉得打起来有些力不重新 于是我就改回来了 这些都是改回来之后的战宝 于是我就改回来 就改成上赛季 上赛季我最后56期 后面我56期有分享过相关的战宝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给他改回这样了 改回之后瞬间感觉强了很多啊兄弟们 就是说心情都变好了 不然的话,看着那个 所以说有的时候 咱就是说不要刻意的 就是围绕着一个武将或者一个技能 但是你这么一打造完之后 可能就是从心理上 对吧,我们更愿意接受 更愿意接受就是 它一种相辅相存 相辅相成的存在 对吧,而不是说 就是完全以你为主的一个存在 存在于架构 这样的话 那可能我这个队伍就是说就不会动了 我这套配置 这套配置 反正之前有看过的 就是说 我也之前也分享了蛮多相关的战宝 挺好用的 那就这样了 这个号 我就说 前面的话就把那个 龚生顿 龚生顿也回归了 然后现在的话 又把五虎也回归了 这两个队伍都回归到上赛级的阵容 然后后面的队伍 我们找机会再说吧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了